大家好,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,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你知道吗?女人的穿着,是性格的穿衣镜,快来照照,准得让你惊讶。 希望你喜欢,订阅支持。 道德经中阐述,言谈举止,见微知著,衣食住行,道法自然,此乃人之大欲也。 你的生活品质,从衣着饮食,居住出行这四个方面就能反映出来,特别是对于女性,选择什么样的服饰,不只是为了展示你的风采。 很多时候,通过你的着装,别人能够感知到你的内心世界。 常言道,人靠衣装,佛靠金装。 你的外表打扮与你的形象紧密相连。 对于你来说,你的穿着打扮和你的内在性格之间,存在一种微妙而不可忽视的联系。 穿搭不仅构成了你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更是你用来表达自我,展现个性和情感的关键方式。 只要你细心观察,就能从一个女性的穿搭中,洞察到她的性格。 女人的衣着从来就不仅仅是身上的布料那么简单,它实际上是个人气质的一种流露。 穿搭是你外在的一种表达,它能加强并且凸显出你内在的气质。 不论是选择简约的风格还是大方的装扮,那份气质的精髓都能透过衣物展现出来。 就像作家巴尔塔莎,格拉西安所说的那样,服装,它就像是灵魂的载体,为内在的美穿上了一层外衣。 如果你的心灵本就美好,再加上合适的装扮,那么你的气质就会更加非凡,魅力也会无穷无尽。 你的气质其实就体现在你所穿的衣服上,无需多说什么,人们一眼就能感受到你的那份独特风采。 一,衣物质感,反映出女人的品位。 当你迷失方向时,你的衣着依然能够为你指明道路。 时尚圈有个这样的共识,你的衣服就像是你的第二层肌肤。 在挑选衣物时,你得像是在挑选艺术品,不仅要看外表的华美,更要感受内在的韵味。 那些高品质的面料,细致的做工,独特的设计,都让你的衣物在视觉与触感上显得独一无二。 追求生活品质的你,在选择衣物时,一定会青睐那些质感上层的款式。 这些衣物穿在身上,就像是被云朵轻轻环绕,给你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。 好的质感,不仅能带来身体上的享受,更能提升你内心的幸福感。 衣物的质感,其实就像是你对生活的态度,细腻、精致,且充满格调。 有质感的女人,总是给人一种干练、利落的感觉。 在物资区乏的年代,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,更不用说穿衣打扮了。 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,你在穿衣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。 对生活有独特追求的你,不会满足于廉价的衣物,而是对品质有更高的期待。 你并不盲目追求时尚潮流,而是注重衣物的剪裁和面料,在你看来,剪约就是最美的。 而那些不太在意衣物质感的人,性格上会更加低调务实。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最朴实、最平凡的一面,去追寻生活中的小确幸。 每个人对美的追求都是不一样的,尤其是女人。 不同质感的衣物展现出不同的性格,代表的是你当下的生活态度。 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只有你最真实的性情表达。 到了一定年龄,你一定会明白,衣服的质地要比数量更重要。 就像生活,你追求的不能再仅仅是表面的吃喝不愁,更要注重幸福的密度。 或许你觉得到处旅游是幸福,或许你觉得身体健康是幸福,又或者你觉得读书作画,摆弄花草是幸福。 每个人心中,幸福的味道都是独特的。 若你对人生有高追求,那就把幸福融入对衣服品质的追求上。 别在意衣服多少,多关注每件单品的质感,再通过合适的搭配,展现你最美的一面。 你要越来越珍惜时间,把每一天都过得丰富多彩。 就像选择符合自己审美的衣服一样,把每天安排得井井有条。 而那些对衣服质地不太执着的女人,也并非没有经济实力,而是朴实的性格让她们更务实。 她们在意性价比,花钱精打细算,同样能在存钱,培养孩子等其他方面收获小幸福。 人生就是这样,找到适合自己的路,不在乎他人看法,自己喜欢就好。 其实,收拾自己并不难。 抛开每天的烦恼和压力,换上喜欢的衣裳,画上最美的妆容,你就能找到最美的状态。 走在街上,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,世界因你而多了一份精彩。 二、色彩斑斓的衣服。 暗藏女人的性格。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色彩心理学,它研究的是色彩如何左右我们的情绪、行为和决策。 按照色彩心理学的说法,各种色彩能激发出我们内心各种各样的反应。 其实,每一种色彩都能看作是女人性格的一种体现。 色彩就像是女人情感的调色盘,真实,生动,把她们那多彩,充满活力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亚里士多德有句话,我们每天的行为,塑造了我们的模样。 所以,卓越并非一时的行为,而是长久的习惯。 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上,每位女性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色彩,鲜明而个性。 她们通过不同的穿着风格,传达着对生活的热爱,对美的向往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。 不同的颜色,就是不同的性格色彩,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标签。 如果你偏爱暖色调,可能意味着你的性格比较随和,带人热情大方,内心满满的正能量。 和这样的你相处,总能感到你的热情洋溢。 如果你更喜欢冷色调,可能你的性格比较沉稳内敛,生活中更重视自己的感受,有着非一般的自信。 很多人觉得,女人到了一定年龄,就该穿符合自己年龄的衣服颜色,这样才显得得体。 但那些重视自我感受的人,从来不会没守成规,就算年华老去,他们依然会选择最靓丽的衣服装扮自己,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 不论你钟情于哪种颜色,只要是出自内心的喜欢,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 三、穿衣的款式,突出沉稳还是活泼? 别人对你印象的形成,7%源自你的谈吐,38%来自你的语气和手势,而剩下的55%则是由你的形象决定的。 选对衣服,不仅能使你光彩照人,还能给人留下极佳的印象。 在实际生活中,那些性格沉稳的女人,她们最在意的便是衣服的整洁,得体和大方。 这样的装扮能衬托出她们的潇洒和干练,给人一种如暮春风的美好感觉。 她们的生活哲学,就是一切都恰到好处。 或许有人认为,追求时尚或是家境优渥的人,就应该穿名牌,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身份。 但在那些真正有个性的女人眼中,她们追求的从不是名牌,而是衣服的质感和穿着的舒适度。 衣服的款式和风格,不过是个人选择,并不能代表什么。 你的性格若是沉稳,穿着也会稳重,性格若活泼,穿着也就更张扬。 这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。 每个女人,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,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。 有的女人性格比较保守,就会偏爱传统的穿搭,她们注重秩序与稳定,展现出典雅内敛的气质。 有的女人大胆前卫,追求时尚,勇于尝试新鲜事物,她们的穿搭就会更加心潮大胆,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态度。 当然,无论何时,你都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条件。 作为普通人,我们大多时候会选择得体的衣服,不一定非得是大牌,但一定要干净整洁。 居家时,你可以去掉浮夸与多余,选择简简单单的设计,注重舒适就好。 工作时,你可以选择职业一点的服饰,比如衬衣,西装,那种走路带风的状态。 对于自信的你来说,魅力十足,外出约饭时,就选择你最漂亮,最喜欢的那一件,既可以凸显身材,又掩盖年龄,以最美最放松的状态出街,走到哪里都要做最美丽的风景线。 惠普创始人戴维,帕常德曾说,小事成就大事,细节成就完美。 细节这个词,用在观察女性穿衣搭配上,我觉得再合适不过。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,穿着上的每个细节,都是经过精心雕琢的。 有时,为了穿给别人看,就要讲究体面,若是穿给自己看,就更注重舒服自然。 在不同的场景中,你会散发出不同的气质,折射出你的审美观,人生观,以及生活态度。 透过这些,还能看出你读过的书,走过的路,爱过的人。 那一件件不同颜色,不同款式的衣服,不再只是用来遮羞,更多时候,它们是你面对生活迎难而上的铠甲。 相较于男性比较单调的款式和颜色,女性的衣服,就是表达自己,展现自己最真实一面的道具。 从衣服的搭配里,就能看出你的性格如何。 衣服的颜色,是你心情状态的展示。 平心而论,每个女人心里,都藏着对美的追求。 而不同年龄段的女人,展现的美也是各有千秋。 二十多岁时,那是青春洋溢,光彩照人的美。 到了三四十岁,则变成了端庄大方,高雅有韵的美。 再到五六十岁,那便是优雅从容,智慧深邃的美。 但别忘了,女人的美是可以交织重叠的,她们的性格本就多变而丰富。 所以啊,你在选衣服颜色时,不妨跟着心情来。 高兴时,满心欢喜和热情,就选红、橙、黄、紫这些鲜艳的颜色。 在别人眼里,你就像笑容一样灿烂迷人。 而步入职场,需要冷静和睿智时,黑、棕、蓝这些冷静的色调,更能凸显你的成熟魅力,自信又耀眼。 当然,你或许也有特别偏爱的颜色,比如简单百搭的黑白,它们能彰显你简单大方的个性。 记住,无论选什么颜色,都要符合当下的心情和场合,这样才能展现最真实的自己。 其实,你的穿着风格,常常就透露了你的性格和内心世界。 从色彩搭配到服装款式,再到品牌选择,无一步体现着你的审美和个性。 那么,女人的性格真的能从她的穿着中看出来吗? 一,衣着得体的自信。 每位女人都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,而衣着得体,正是把这种魅力展现出来的绝佳途径。 沙翁有言,若人的心灵能以外衣为貌,那将是何等的美妙。 你得相信,自信的女性会通过衣着来展现自己的独特气质与魅力。 当你衣着得体,挑选适合自己的服饰时,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,也是自信与自尊的体现。 正如奥斯卡、王尔德所说,时尚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。 你的穿着,是你个性的展现,是你向世界展示自我的窗口。 衣着得体的你,定会注重细节,花时间去挑选衣物,搭配色彩与配饰,这不仅仅是对生活的热爱,更是对美的追求。 你的穿着,总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,因为你不但品位独特,还善于将个性与态度融入衣着之中。 衣着得体的你,展现的是从容不迫的态度,你不会盲目跟风,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衣物,这体现了你的独立与自主。 你的穿着,既是你表达自我的方式,也是你展现自信的手段。 二,着装随意的随性。 一个随性的女人,穿着上不必过分追求时尚潮流,而要更关注自己的舒适感和个性表达。 你的着装,应该随意而不识品位,流露出一种自然自在的生活态度。 这样的穿着风格,应当与你的性格特点相呼应。 你,不必过分在意他人的眼光,而应更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。 你的穿着,要能反映出你的个性和生活态度,而不是盲目追逐潮流。 哥德曾说,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个性。 你,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,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 你的穿着,不必过分张扬,也不必过于低调,而是要恰到好处地展现你的个性和魅力。 这样的穿着风格,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因为你的穿着,不仅是表达自我的方式,更是展现你生活态度的方式。 你的穿着,能够反映出你的内心世界和个性特点,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真实的美。 三,着装保守的稳重。 一个稳重的女人,穿着上总能体现出一种泪脸而沉稳的气质。 你的着装从不张扬,总是选择那些保守而得体的款式,色彩搭配和谐,整体形象塑造的恰到好处。 记住,这样的穿着风格,正是你性格特点的写照。 一个稳重的女人,既注重内在修养,也看重外在形象。 你明白,穿着是展现稳重和成熟的一种方式。 你的穿着,反映出了你的性格特点和稳重的生活态度。 从不花哨或夸张,而是注重细节和品质,展现出一种内敛而优雅的美。 这样的风格,总能给人可靠和信任的感觉。 你的穿着,不仅是表达自我的方式,更是展现生活态度的途径。 通过穿着,人们能感受到你内在的品质和性格特点,那是一种成熟、稳重的美。 女人的性格,往往能从她的穿着中反映出来。 自信的女人会精心打理自己的形象,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。 随性的女人会随心所欲地选择服装,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 而你,稳重的女人,会注重自己的形象和仪态,选择那些保守而得体的服装。 要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和生活态度来选择服装,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。 好了,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或者看后有所醒悟,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 欢迎留言和投稿,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,学习别人的最好,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我们下期节目见。 我们下期节目见。